我們現在燈都架好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 我們的視角 Behind the scene 這台是為了拍片中片 這台是為了拍要結尾影片 我們的狗狗在那裡 貓也在那裡 牠們都知道我們要拍片 自己找位子看著 可愛 沒關係 你會度過這一關的 就是媽媽們都可以很相信自己的身體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吐狼的頻道 我是吐吐 狼 今天是我們大病出獄的第一天 上宮日 今天就是要來直擊 一個創作者的工作日 到底都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像我們平常看到的就是 影片的成果 照片的成果 可能其實這背後有很多事情要做 這就是來直擊我們這些 工作行程 好 走 今天我們需要討論腳本 其實這支影片也是有腳本的 就是會breakdown說 看頭要做什麼 中間要做些什麼 然後結尾是什麼 然後最一開始也會先有一個切角 萬事都從切角開始 所以我們通常這件事情 會跟我們的企劃 或者是跟我們的經紀人 看是哪一部分 如果是切角的話 就會跟經紀人先討論出一個方向 我們再把這個切角帶給我們的企劃 跟我們的企劃完整討論 包含中間 如果企劃是這個方向的話 那我們中間要塞什麼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在家裡 用抗扣的方式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先打給我們的經紀人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工作的狀態吧 好 因為我們其實有很多粉絲 就是在問我們人工升職 然後就例如說他會提出一些疑問說 為什麼一定要做人工升職 為什麼要花錢買 就是我可以找朋友 認識的啊 捐薪啊 這樣子其實會有一些法律問題 所以我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找 有法律 兩性背景的 可能律師啊 又是支持這種同志運動的 我覺得這種想法很好 因為其實我覺得 因為依照台灣的法律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議題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規範 這個東西如果是有走到灰色的 地帶的話 其實蠻危險的 所以才想說找第三方 律師的角度就是一個很公正 然後合法 講到法律的部分可以釐清的 就交給你去約 然後看他如果有意願的話 我們可以再整理出 大家的問題 對 然後跟仿綱 其實我覺得大家問題 可能會非常天馬行空 就是有時候專業人士 可能會想說 天啊你怎麼這麼想 可是就是因為大家 就是對法律不夠了解 就會有這些 很意想天蓋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也可以分成 男生跟女生 因為其實兩條路的 可能還蠻不一樣的 那你覺得這個要做一集 還是分兩集 我覺得可以集中一集啦 只是說就是我們可能分成兩條 比較清楚 因為我怕就是你如果混在一起講的話 大家可能也會更亂 那就變成說先問律師的意願 然後我們還要再整理題目嗎 我們可以先列出來 方式的問題 然後大家從前起來 大家剛剛給律師 我們可以跟他們指調 嗯 差一個 明天就是去找醫生啊 因為我們不是要拍那個迷思嗎 就是我想說有些問題 是不是可以找他 Back up 蛤 藉由醫生的頭 對啊有點好像我們自己在那邊講 OK你就是懷過一次孕 你就只是現在有孕婦 你還沒生出來 你憑什麼 你又不是醫生 你專業嗎 這種感覺 好像可以耶 那這樣我可能要先跟他們留住一看看 我們不會全部都丟給醫生 我們就是有幾題我覺得 因為有可能跟食物營養 或是什麼哪裡不能做不能去的 原因是什麼 醫生的建議又是什麼 這一類才會需要請律師回復 我覺得這樣子還不錯 因為其實有一個醫生來跟他說明一下 就是一個理清他們的謎義的概念 那我們就這樣幹 好 我講完了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是要 把我們一支未完成的片 把它拍完 然後現在狼在後面很辛苦的要加燈 因為我們之前有拍一支 就是孕婦確診的影片 然後去想記錄就是 我這中間度過了什麼 但是一直沒有把它拍完 因為中間實在是病得太重了 所以就在我們確診後的 復原的開工第一天 要把這個片尾拍完 然後平常狗狗就也會來湊熱鬧 然後沒有什麼用 跟狼在後面辛苦的加燈 然後我要跟大家說 現在有趣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是在拍片中片 這支它在架燈的影片 它本身臉上也有光 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有光跟沒有光的差別 為什麼我們就這麼需要光 你看 你如果說這樣子會好看嗎 會好看嗎 這樣子是不是比較美 所以就是在說 架燈的重要是 你剛好那麼開心 你說我美 我就想說擺幾個漂亮的表情 自以為漂亮的表情 可是你看起來是水電工阿朗 謝謝囉 有時候架燈跟架腳架 然後喬位子就可以花上很久的時間 然後還有一個一直在幫倒忙的 他身邊充斥著幫倒忙的小可愛們 這個就是場景架好的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們人坐進去就完成了 安安 燈這麼多台 這裡還有一支燈 這裡還有一支燈 這是我們的背景 我們現在燈都架好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 我們的視角 Behind the scene 然後CAMERA架好了 這台是為了拍片中片 這台是為了拍要結尾影片 然後這兩支燈 是主要是照這裡的 這支燈是一個補光 我們的狗狗在那裡 貓也在那裡 牠們都知道我們要拍片 自己找位子看著 不會來打擾 很好笑吧 沒關係 你會度過這一關的 就是媽媽們都可以很相信自己的身體 我們通常 拍完影片大概是這樣 那有時候我們還有一天同時要拍動態的 要拍鏡 還是我們要拍平面的照片 個人的 我們就會互相幫彼此拍 個人的比較好拍 可以這樣子 我還可以聽說跟妳說 來臉往那邊一點 對 這樣 來 幫我勾了厚 很漂亮喔 好 來 兩個人一起就是只能找腳架 那這個就是角度 比較生硬啦 就會要調很久 然後來回很多次 我覺得還有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直拍產品的時候 遠一點點 再遠一點點 後腦勺 那個顏色呢 色溫 再近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想要暖一點 暖一點啊 這樣 這樣嗎 竟然是零欸 它滿了 有時候就是會有這種突發狀況啊 有時候是拍片拍到一半 然後記憶卡滿 然後它就不能再錄了 我們就要趕快中斷 然後重新換記憶卡 來吧 對對對 是的 是的 好 不要打燈 喔 你要拍一個 不打燈的 對啊 那我就放下來就好了 當她是攝影師的時候 我是她的 燈光師 我要心照不宣的 這樣子一起work 對 家裡難免會有涼 或者是會有影子 比如說你太近的時候 相機的影子 或是人的影子 你要用光去避那個影子 然後有的時候 產品還會反光 對 然後你又不能讓她反光 然後有的時候 又有兩個人的限制 又有兩個人要在鏡頭裡面 所以拍到其實 我覺得蠻累的 變高變矮 直的橫的 就是要調超久的 我們等一下要去上傳 剛剛的影片囉 給我們的剪輯師 就是要接禮賽 就是我們完成我們的部分 你就要交給下一個人去做 就是這些事情 還蠻繁琐的 兔寶是負責上傳毛片的 你通常這樣要花多久的時間 除了要看毛片量之外 網速真的是 有一點 驚人的重要 之前去美國的時候 他網速就是非常的 慢 有慢還記得 5妹 我一支片喔 要上傳 兩三天 白天跟黑夜 因為我們的毛片是4K的 檔案又特大 對因為 為什麼要拍4K 是因為就是 剪輯師有辦法 Zoom 然後你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代價就是檔案都很大 要上傳很久 對 而且我記得 你好像只能放一個地方 你不能在客廳傳一傳 然後抱電腦回房間 對我就是 傳完之後 我就會這樣子 蓋著 時不時我就會回去看一下 你還在工作嗎 那你回到我們家之後呢 因為我們家的網速 是因應我們的工作需求 訂購的這個網路速度 所以我們那個上傳速度就是 有高達250枚 差很多 電信公司的網路 大部分會付給你 很快的下載速度 可是上傳速度會非常的慢 你要上課的話 我覺得上傳跟下載 都很需要速度 至少你這一端要沒有問題 因為你這邊在擷取 你的影像跟你的聲音 這一次當然也很感謝 水星網路的邀請 Mercocely水星網路新品 HELLO H90X AX6000 完整家庭Mesh Wi-Fi 6系統 路由器 這打開的話 就是兩台Mesh主機 然後有這個說明書 告訴你產品的詳細資訊 然後跟兩個adapter 各4一個主機的 還有一個就是網路線 那跟大家說一下 在裝Wi-Fi機的時候 有一點很重要 1Gbps就是1000Mbps以下可以用 那2.5Gbps的話是H90X特別的 很厲害就是多了一個孔 大部分都是做Gi-Fi的Pole 那這個就是有 H90X的2.5Gbps的Pole 就如果你網速升到2G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Pole 那這個就是支援1000Mbps以下的Gi-Fi的Pole 然後這是電源孔 如果你未來網速很高到2G的話 那你就是差別的孔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三個都可以差 這樣網路線 電源 很簡單 然後它就會亮燈 你就可以開App來設定 補充一下 2.5G的Pole 除了就是支援2G的網速之外 如果你有NAS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插那個Pole 這樣的喔 支援 最喜歡什麼都支援了 然後呢 你這樣插完之後啊 要記得下載Mercocys的App 按照步驟把這個機台做設定 那基本上你就是進到它的Mercocys App 注冊你的帳號設定你的密碼 注冊完之後 你就開始按照它的步驟 很簡單 你要設定這一台的名稱要叫什麼 然後你的Wi-Fi密碼是什麼 嗯 那照它的那個步驟 其實很快就連接好了 而且它這個App還可以看說 幾台設備可以連接 而且它可以 同時 連接150台設備 厲害 但是我們應該也不會有 150台 對我們不會有 但是它可以支援150台 就是用到什麼程度 它幾乎都可以支援啦 以現在的需求來說 對一般家 家用是絕對有辦法的 讚的 我們家舊的路由器現在的網數怎麼樣 我們是下載500上傳250的方案喔 但我們現在測完是 下載379枚上傳240枚 上傳其實還是 差不多 黑的 但是下載好像有一點 落差大很多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測試一下我們 Hello這一台會怎麼樣 好 測試囉 好 還會哼音樂 我要幫它配一張 這很可愛 OK 結果出來了 怎麼樣 我們下載519上傳241 就是跟我們的500枚250枚差不多 那真的很OK欸 想要我們還有一台 我想要放在整個家的鞋對角 要穿頭 就是這樣像扇子一樣打開 包圍我們就這樣 就是我的目的 好 那我去裝第二台 好 我現在來安裝 MF-C的Wi-Fi 6 Mesh 機台 就是到我們房間伸出來 又有個小幫手在後面 幫到忙的小幫手 看一下 Hello 那不然我們來玩個遊戲嗎 什麼 我們家之前的網路就是分兩區 客廳一區 房間一區 因為網路有屏蔽的問題 所以要這樣兩區 那我們現在都裝完了 你敢不敢一邊上傳毛篇 一邊抱著鳥子來走去的 敢啊 可是因為我剛還沒有開始上傳 那妳在跟我講 喔 那我有先拉幾個影片上去之後 開始跑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抱著電腦走是不是 對對對 像我老婆在忙的時候 我再說一下 就是要怎麼選 我們選的組合其實是 2Pack組合 就是兩台機器 你可以設定你的主機 紙機要在哪裡 它其實兩台 可以涵蓋的區域 大概就是180平 兩個鞋對腳去做網路的包覆的話 我目前使用上是覺得 沒有什麼訊號不穩定的地方 然後穿透度我覺得都很好 不會啊 那如果你家真的很大 就是有透天 然後又有高低樓層 不只是一個平面的話 Hello!H系列它最多可以穿接到七台 給大家參考 來寶貝我們之前網路大概是哪一個區域會有的 再後面一點 大概這裡吧 網路交界的地方 對然後特別是你要進去房間裡的話 那你要不要直接進去房間 這一間裡面有一台Mesh 對 正在上傳 那我們現在去另外一間房間試試 另外一間房間就沒裝了 啊 我們現在來第二間 就是也是OK的 正在上傳 我會吐這裡我會吐喔 這裡我會吐喔 好好好 趕快離開 爸爸這門關起來 我是一個韻吐一姐 好 之前我們都要連不一樣的網路 現在就是一個網路可以到底 已經測試OK了嗎 那我們就離開了 好 這就是我們的在家工作的一些解析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創作者在家 可能都在做哪些事情 其實還是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啊 只是今天挑了這幾項 呈現給大家的東西有關的 是這些behind the scene的東西 這些東西也就是跟網路息息相關的啦 因為它其實是我們很重要的工具 對 是工具 已經到工具了 當然也感謝水晶網路支援我們 Mercacy Wi-Fi 6 Mesh 的機台 搭配它的Mercacy App 可以知道說有哪一些設備連接 包含如果你家裡有一些訪客的話 訪客連線狀態 或是你可以設定訪客網路 還有 如果你有新設備連接到你的網路 它會跳通知跟你說 喔 你現在有新設備連接囉 就是一個這樣的機制 那如果說你不像我們就是當YouTuber的話 比如說你是一個影片的重度承認者 你很喜歡在家裡看影片 或是你超愛搭手遊 連線對戰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 網路不能lag 你有一個lag你就死掉 這就是網路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穩定性跟覆蓋性很重要 那我們也把產品的資訊 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還有折扣碼的部分可以給大家使用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去點擊看看喔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分享我們的 創作者工作日子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創作者們 其實這就是一份工作 對 其實背後包含設備 都是要填購的 就有很多瑣事要忙碌 不是說好像 喔 你就是 就只是拍拍片 拍拍照 就是指示 指示 都不是指示怎麼樣而已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謝謝乾媽 享受掰掰 掰掰